Hello大家好,我是Belind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已经期待了很久很久很久 那就是要来跟你们一起开箱 看看我这一次淘宝双十一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那今天我们要开箱的东西都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些吃的 因为在淘宝上买的吃的东西是需要空运过来的 所以我最想吃的就是空运过来的 然后就到的比较早,大概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到的 那其实我还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不过那些东西呢,我是用海运运到新加坡来的 因为海运比空运便宜很多 然后就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就现在还没有收到 那今天我就先来跟你们一起开箱这些空运到的吃的东西 这项快递是我昨天下午收到的 然后我就把它放到门口 准备等今天来就跟你们一起开箱 看看我都买了什么 然后从昨天下午开始 每次我经过门口放这个盒子的地方 我都要看它一眼 我每次看它一眼 它都承受着要被打开吃掉的风险 但是我都忍住了 然后现在就要来跟你们一起把它们全部都拆开 那因为这一次空运过来的都是吃的东西 很多都是在淘宝上还挺火的 挺出名的一些零食啊 还有一些吃的 所以正好也来给你们做一个测评 看看它们是不是真的都很好吃 好,那我们就赶快开始 先来开这个吧 这个是我买的淘宝上的网红辣条 因为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吃辣条 我一共买了六包 据说是很好吃 然后很辣 我就喜欢吃辣的 一个这样子的塑料袋包着的 哇,还有手套 看这个红红的颜色 这个我也没有吃过 我就是看着网上的一些评价 然后看他们说哪个好吃 我就都买来尝一尝 网红辣皮 蒜泥很薄 蒜味的辣条 网红九千丝 网红辣块 网红辣棒 还有一个网红辣丝 先来尝一尝这个 蒜泥很薄 这个应该是最火的味道之一 嗯,闻起来还不错 有一股蒜香味 嗯,一般诶 这个也没有说是特别辣 我觉得就是那种普通的辣条 然后加一点蒜的味道 这个一般般 我一下子都不是很想吃了 那再来挑一两包尝一尝好了 试试这个吧 这个九千丝 因为它看起来很像 我小时候吃的那种 辣条的形状 然后我记得 小时候吃的辣条都超好吃 我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要好吃 它除了辣味 还有一点点的甜味在里面 这个还可以 比那个蒜泥很薄好吃 再来试一下这个辣块吧 它是这样子一粒一粒的 这个看起来也还蛮好吃的 这个也一般 它的味道其实还可以 是有一点甜有一点辣的 但是它里面的那个辣块 就是那个面筋团团 有点像在嚼塑料的感觉 口感不是特别好 然后它这一包油有点太多了 你看它们全是油 嗯,有点失望 感觉现在吃的辣条都没有那种味道了 不知道是因为我长大了 然后对味道更挑剔了 还是因为它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那些辣条 每一个都很好吃 都是那种又有点辣 然后有点甜 天哪,我这个是 还花那么多钱 把它们运到新加坡来 以后不要干这种事情 好,我们来换下一样吧 哦,这个是蛋黄酥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淘宝上一直有特别火的 各种各样的蛋黄酥 就总是在小红酥啊 然后各种博主的视频里面 大家都在吃蛋黄酥 本来我觉得蛋黄酥其实还好 我觉得就一整块的那种东西 有一点太厚实,太腻了 但是看它们吃的那么香 我也买了一个来尝一尝 我买的这个是轩妈家的 也是一个还挺火的淘宝店 它的包装还挺好看的 四个这样子的小盒 我好像是买了四个味道 然后它每个味道是两个 就这样一盒 里面装的是两个 我看网上的评论说 这两个味道都很好吃 一个叫做雪妹娘皮加亮款 就里面好像是有那种 麻吉的那个内馅的 然后这个叫做芝士冰沙味 好像也很好吃 那我来尝一个这个吧 雪妹娘的这个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的 就是最火的一个招牌了 里面有两个 这样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就这样两个 看起来不算特别的大 它的包装还蛮精致的 上面写着鲜妈 然后里面是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蛋黄酥 这个看起来还蛮好吃的 我来尝一下吧 哦好吃耶 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中间那层白白的 就是那个雪妹娘的皮 就是那种麻吉的那个质地 然后中间这个黄色是蛋黄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吃的 它不是那种 就是很酥很硬的蛋黄酥 是有一点软软的 然后糯糯的感觉的 然后蛋黄的味道非常香 哇真的还挺好吃的 而且它这一个大小 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就不会特别大 我觉得女生吃的话 是能吃完OK的 它这个的生产日期是11月9号 然后它的保质期只有20天 那意思是应该很快 就要把它都吃完吧 我刚刚吃的这个味道是雪妹娘皮加亮款 这个很好吃 然后其实这里还有三个 刚刚有提到这个芝士冰沙味 还有一个紫薯味和一个桂花味 现在没有办法把它们全部都打开尝 那其他的这几个味道我肯定也会吃 然后如果好吃的话 我会在之后的Vlog里面再分享给你们 然后开下一个 这个盒子破破烂烂的 这个是我买的原式大辣片 这也是那种就是辣条一类的东西 我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在看 《亲爱的客栈》第一季 当时看亲子就在那个节目里面 一直都在吃这个老式大辣片 然后他每次都说好好吃好好吃 然后我这次就买了几包来尝一尝 它这个的包装是那种真空物包装的 每一包都挺薄的 然后很硬还挺沉的一包 那我来打开试试看 一包里面看起来还挺多的 还可以 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觉得还挺好吃 它是那种不算特别特别辣 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调料 比如说有孜然的味道 还有一些芝麻的香味 但是我吃到第二口的时候就觉得 有一点腻 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吃了 可能是我觉得他的期待有点太高了 不如我想象中的那么惊艳 我觉得一般般哎 怎么办我还买了这么多 本来我想说只买一包或者两包来尝一尝看 可是他一买就要买五包 然后我就买了五包 吃完了这几种淘宝卖的网红辣条 我觉得最好吃的辣条 还是我之前给你们说过的 在玉华国货买的 那个味龙的大包的辣条 那个还是最好吃的 这些都 下一个磨浴凉皮 我买了一共四盒这样子的凉皮 它这个是说里面是磨浴做的 然后就是热量很低的那种 每一盒这种凉皮好像才不到100卡 然后还是辣的 所以我就准备买几包来尝一尝 这个是火鸡味的 霸道香辣味的 焦揉麻酱味的 焖骚麻辣 我在网上看到说火鸡味的好像很好吃 打开来尝一尝看 打开是这个样子 然后又是这种真空包装的食品袋 有三包调料 辣椒酱 要么是醋包 要么是什么调料吧 然后这还有一个粉 这就是那个魔鱼 味道有点怪怪的 我现在把调料已经都放到这个盒子里来了 这个 还挺恶心的 这个调料的味道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吧 不好吃了 你们不要去买 看清楚了 这个叫做魔鱼凉皮 千万不要买 它的那个凉皮是魔鱼做的嘛 然后吃起来就很不像食物 很像那种硅胶塑料的那种口感 就吃起来完全没有食物的感觉 它虽然有拌那个调料 可是那个调料的味道也就是一般 然后你拌好了之后再吃 它就是面是面 然后调料是调料的味道 完全就没有那种互相融合在一起的和谐感 就感觉这个面跟调料在打架 然后这个真的是不好吃 那然后来开下一个 这个是我期待值非常非常高 应该是最期待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霸满粉 这个是湖南的牛肉粉 哇这一箱真的很重 霸满 好像是湖南的一个高材生 在北京开的一个粉店 现在他们做成这种 就是可以自己煮的类型 之前也是看到别的博主在吃这个 然后说很好吃 因为湖南的粉真的是我很爱吃 每次回长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粉 我已经这么久没有回去了 特别想念我的粉 然后我这次买了还挺多的 我应该买了有六七包的样子 它有两种包装 一种是那种盒装的 然后一种是那种带装的 我买的都是带装的 因为这个带装的里面的粉是干粉 然后那个客服告诉我说 这个要比那个盒装的轻一点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九包 我一共买了九包 这个盒子也很重诶 招牌黄牛肉粉 这个好像是他们家最出名的 最火的那个红色的包装 买了应该有五包这个 香辣牛杂粉 也是牛肉的 买了两包 苗加酸汤脆骨粉 也是买了两包 这个应该就那种酸酸的 酸辣的味道 看起来就很好吃有没有 准备一会儿晚上等天歌回来 我们一起吃这个粉 然后给你们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 然后好不好吃 然后是剩下的最后两样东西 都是金牌干溜的 一个是金牌干溜的小面 和金牌干溜的酸辣粉 这个呢是我的囤货了 这两样东西我都有吃过 然后都觉得很好吃 所以这一次就买了还挺多的 这一小盒比较少 应该是面条 因为我跟天歌都比较喜欢吃那个粉 这个是干溜面 重庆小面 买了三盒 这一大箱呢都是酸辣粉 酸辣粉我一共买了16盒 昨天晚上我跟天歌已经打开 一人吃了一包了 这个里面有8盒 然后我们一共是买了16盒 金牌酸辣粉 这个太好吃了 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 好那今天要开箱的东西全部都开完了 那我们一会晚上再见 晚上来跟你们一起试吃这三个 刚刚没有打开的粉和面条 晚上来吃一个金牌干溜 正好给你们看一看里面 这个我之前吃过 还挺好吃的 一包面条 然后有麻酱 酱油 榨菜 辣椒酱 搅和搅和 哇 再多加一点点芝麻酱 吃的时候沾一点旁边的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花生碎 哇好好吃 嗯 好好吃 得两个蛋 今天又是另外一天的中午 那我现在准备来跟你们一起试吃一下这个霸蛮牛肉粉 招牌黄牛肉粉 一包干米粉 然后这个是辣椒 豆角和这个是葱花 然后这边还有一包牛肉汤包 这应该就是整个面条的精华 米粉用开水泡两个小时 然后开水中煮30到60秒 那我今天早上已经提前泡好了一包米粉 泡好了之后变成这种白白的颜色 那我现在准备来把它煮一下 酸豆角 好 现在我的米粉已经煮好了 你看 这个麦香我觉得看起来真的很不错诶 而且我已经可以闻到那个牛肉汤的香味了 嗯 哇 好吃诶 这个粉吃起来真的就是米粉的味道 虽然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吃那种宽粉 但是这个圆粉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出乎我意料的好吃这个 我终于在新加坡也能缩粉了 好幸福 好 终于又到晚上了 今天晚上我来跟你们一起试吃这个金牌酸辣粉 这个粉其实我之前吃过 不过这一次跟你们一起再尝一尝 然后给你们看一看里面长什么样子 那酸辣粉里面有一个粉条包 麻辣包 醋包和酱油包 然后一包榨菜 黄豆和葱花 那酸辣粉煮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它吃起来就是很酸很辣 然后味道其实算比较重口的那种 其实这已经是我第三次买这个粉了 然后这一次我也买了很多的囤货 其实在新加坡生活就是经常会特别的想吃辣的东西 那也不可能每次想吃的时候都出去下馆子 吃火锅什么的 所以偶尔我们也会煮酸辣粉吃 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馋的办法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陆陆续续的拍了两天 然后每天中午晚上都在吃我淘宝买过来的东西 那吃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淘宝上的网红美食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没有那么好吃 也可能是因为我对它们的期待都有点太高了 所以都有一点失望 那这些我觉得不怎么好吃的东西 应该以后也不会再花钱 把它们千里迢迢的坐飞机运到新加坡来了 不过酸辣粉其实这些我可能还是会再买的 好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这个视频能对你们有一点帮助 在你们准备剁手的时候给你们排个雷 那你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然后记得点下面的subscribe来订阅我 这样以后我每次发新视频都可以看到了 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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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